好 那我們來介紹幾個 我們在這個給老師的免費檔裡面有一個資料檔 叫簡報互動工具 你可以從這邊點進去看到 我有準備了五個小軟體給大家 第一個是我比較常用的 就是你現在有看到在上面畫圖 那當然它的用法 我通常比較喜歡寄點快速店 那如果老師覺得 啊 兩個來計快速店 太麻煩了 急看急用不是比較好嗎 所以我先推薦老師用右左手邊這個 Point to fix Point to fix 這個等我後 如果老師會等我一個檔案就解決了 像我們不會了 多一個翻譯吧 所以你打開這個不用安裝 來 打開 有沒有一個Point to fix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點兩下就好了 其實我們現在常常看 財經節目啊 政論節目 不是都有那個嗎 就是電視機就變成那個 觸控的擺檔嗎 對 就是這個功能 所以你看 要點兩下 好 你先看看你哪裡要做講解 如果這個畫面要做講解 你就把它按 它會 墊墊的站在這裡 點點站在右上角 如果你要用的時候就按開始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這樣很視覺化嘛 所以你要買一支筆 什麼顏色 就來這邊 射一下 這裡就可以 就可以畫了 如果嫌自己打過不好看 怎麼辦 用這個勾勾 欸 同學看這裡 好不好 看這邊 這樣總是比較漂亮一點嘛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讓你不要了就把它擦掉 那麼它的筆的話 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筆 你可以發現有左右兩種顏色 有沒有 左右兩種顏色 左邊的是螢光筆 右邊的是實心的 差別只在於 你用左邊的背景的內容 才會看得到 我們實際做一次給各位看到 你看用這個 打在這裡 這個 這個沒有 我先把它丟掉 我用這個 有沒有發現這個地方 會看到後面去 有沒有 欸 這個是螢光筆的效果 那右手邊就是實心的 只差在這樣子而已 那麼當然 你如果覺得這樣不好的話 也可以直接畫實線啊 或者像這樣方方的 直接去框出來也可以 至於筆狀的大體 就在上面 好 直接設定 放大收起來 放大 就可以移動 這樣是最視覺化 也不用計快速件 那麼你用完了 就按上面的離開 它就收起來 它就收起來了 所以其實這樣比較簡單 這是不用快速件的方法 也蠻不錯的 缺點就是會有工具 就跑在那邊 所以就是 多多啥的 會擋到一點點畫面 擋到那個畫面 那 我介紹另外一個 我比較常用的 就是 這個 叫 Holding to Fix 那個 Runic 這個部分 在我部分上是有介紹的 那 您打開之後 也是只有一個檔案而已 就這個檔案 執行了之後 會在您的這個 右下角 好 在這邊 這個 不是鉛筆 這個 有一個放大器 有沒有 執行車在右下角會有放大器 好 會有放大器 其實這個功能的話 在 那個Vista以上的話 還會有一個功能 比較好用 但因為我們現在用SD 所以 會少一個功能 那 不過沒問題 主要功能還是可以用 好 你看到它之後 你可以按一下你的右鍵 它有一個叫選項 按右鍵 Option 叫選項 你進來呢 它主要有幾個 一個是放大 一個是畫圖 一個是畫圖 那放大是Ctrl加1 畫圖是Ctrl加2 Ctrl加2 所以呢 你看 我把它關掉了 如果今天 我想要把它做放大 我會把我的游標 先移到 我要放大的位置 比如說 我想放大的是這一塊 假設我想放大的是這一塊 這一塊 那我會把游標先移到這邊 再按Ctrl加1 你看一下 我在這邊 我再按一下 Ctrl加1 有沒有就那一塊放大 那放大了之後 你只要按下你的滑鼠左鍵 就表示要定位了 按下滑鼠左鍵 按下滑鼠左鍵 這個時候它會自動切換成 繪圖模式 就會開始畫了 那麼你底的顏色 您會的英文顏色念出來就會了 紅色叫R 然後呢 藍色叫V 對不對 V 黃色叫Yellow 還有呢 Orange O 再來呢 Green 綠色 還有什麼 一個叫Pink 粉紅色 應該這樣夠了吧 你就可以自己畫 那 團員 萬一寫錯一筆畫 我們頻道 這是Ctrl加計 他就可以Ctrl加計 一筆一筆回去 如果你要全部都擦掉 橡皮擦的英文叫Eraser 所以是ABCDE的E 有沒有 都全部添加了 那直線 怎麼辦 方框 按住Ctrl 就這樣 好 所以你 大概會了之後 你要離開 就按鍵盤上的ESC 就好了 它就離開這個模式了 就離開 來 就回去了 好 那 如果您的 座位系統是 Vista Green Zero Win8的 它還有一個叫LiveDrop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會 我是覺得 會比較好用一點 是因為 我們剛剛 其實只要進入到惠譜模式 你的電腦是不能操作的 也就是說 它好像把你剛剛看的畫面拍下來 然後再這樣畫 可是如果我要同時操作 我的 軟體的功能 或看網頁 那就不能操作 你讓你離開它 那你離開你的體畫 就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LiveDrop的話 就可以 就是放大之後 你的電腦還可以操作 對 但是這個LiveDrop 上的才行 SP不支援 所以 您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剛剛呢 我們不是有休息一下嗎 對不對 因為那個是Ctrl 3的功能 怕現在大家都不休息 對不對 你就可以自己告訴我吧 哈哈 希望不休息時 然後呢 然後呢 強迫把那個螢幕切過來 他們就會休息 他們就會休息 這樣好 那我用一下也不錯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是這兩個 那另外其他的呢 你有空的話 可以去試看看 這些都是免安裝 都免安裝 那另外還有那個轎邊 轎邊你打開之後 上面這個是三桌圓 下面這是64桌圓 你打開之後呢 其實 在這邊有他的 我把他的 層數把它打開一下 在這裡 打開 好 在這邊 好 您可以自己看一下 就是那個鼻 這個 預設那個鼻 就是叫邊比較大隻 你可以變小隻一點 比較大隻 你還可以改不同的顏色 換個筋沒有 但是我覺得 大概還是 預設的應該就夠了 預設應該就夠了 那 透明度你可以自己調 如果要一點透明的 完全不透明 就這樣子 很單純 那 你可以在這個 游標 就是他的圖字上 按右邊 他就會消失或出現 或者別人按三下 滑鼠 九線的 可以 只是通常我會把這個取消 我當作就是 要有時候再去 點一下來用就好了 這個是 給大家 稍微參考一下 有這樣的一個 輔助工具 給您做 簡報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教學的時候 就可以派上用場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這個都可以用在 對 對 都一樣 事實上 我們 是有比沒有錯 可是 所有資料都 不可能 所有資料都在簡報上 對不對 離開簡報就沒有比 就不方便用 那這個是螢幕上都可以用 就沒有那個問題 對對對 好